牛番茄切成丁 切成丁之後呢 我們再加一點洋蔥末 我們基本上差不多一顆左右的牛番茄就夠了 然後洋蔥 然後我們再下一點點橄欖油 少許的橄欖油 之後再加一點黑胡椒 然後海鹽 好 那我們就簡單的把它拌均勻 拌均勻即可 這就是我們等一下要包在我們的墨西哥捲裡面的